陳梅興雙隔多年復出拍劇 在家族榮耀 客串飾演Toby梁正琦的媽媽 雖然戲份不多 不過也很受觀眾關注 還欠年過五十的她保養得宜 很有貴氣 工作上的同事 跟她不是很熟悉 人家都說娶你 怎會不喜歡你 還有你們年輕的母親說 應該嫁一個愛你多一點的男人 比嫁一個你愛他多一點 不是嗎 這麼多年沒有拍劇 她也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再跟觀眾見面 眨眼劇情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 在劇中飾演馬加爾太的梅興 因為女兒嫁給了一個 門當戶對的老公 沒有憑女貴終於可以名正言訊 在馬加大澤出現 講到跟劇中女兒Toby 做對手戲的點滴 她就讚不絕口了 很興奮 很開心 很感恩 可以跟一對這麼好的劇組 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合作 是 是 那會不會跟Toby合作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火花 或者特別難忘的記憶 她很好 因為我太久沒有拍劇 26年 有時有些對白卡住了 她也會很耐性地 叫我 你放鬆一點 不用緊張 這樣安慰我 回歸幕前的梅興 除了客串家族榮耀之外 更預告還有其他作品 他有份客串演出 各位觀眾都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現在還在拍一套《碟影追擊》 都是客串兩集的 是 接下來暫時未有希望多些製作單位找我演出 有否說除了拍劇之外 有其他幕前的演出 都會繼續做 會呀會呀 都想的 是 但現在暫時未有 例如呢 唱歌或者其他方面 拍劇 唱歌都會呀 其實兩年前都上過來 例如《流行經典50年》唱歌 可能現在疫情製作又少了 是 希望疫情快點過去 多些製作 多些穩樂 梅興在2005年擔出娛樂圈 之後就和朋友合資開餐廳 不過在疫情的衝擊之下 生意都無可避免受到影響 現在都頂住頂住 生意都是大跌了很多 是 變成我們現在都沒有請人 我們幾個就自己做回 下手下腳 收銀呀 下單呀 收拾桌呀 水巴呀 全部我們幾個拍檔自己做回 咦 我下去餐廳的話 都可以找到你 是呀會 會見到我的